今天凌晨 這場南台灣的地震 也讓交通大亂 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高鐵 由於現在正是返鄉的高峰期 但目前為止 台中到左營段 由於電線的關係 目前高鐵是屬於停車的狀態 有可能要等到中午11點之後 才有可能會再發車 但由於人實在太多了 僅在高鐵站 所以台鐵目前要加入 幫忙輸運的行列 已經加開了加班車 把時間交給黃湘姐 好的 畫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位於在台中的台鐵新屋日震 那麼可以看到不少旅客 是大包小包拖著行李 全都擠在售票口前 這個火車站跟高鐵站共構 那麼因為凌晨 發生6.4級地震 南部有多起災情傳出 那麼高鐵就緊急 啟動應變措施 台中以南的高鐵是全部停駛 但今天剛好遇上 返鄉過節的人潮 有大批的旅客需要輸運 因此台鐵就加開列車幫忙 那麼今天台鐵是全線正常通車 只要有行駛新屋日震的列車 全都會停下來幫忙載客 幫忙輸運高鐵的乘客 另外師傅也加派接駁車 開往轉運站 協助民眾是轉達客運 那麼目前高鐵的人員 是加緊腳步巡軌 確認台中以南的線路 沒有問題的話 就預計11點有機會恢復通車 以上台中最新情形 時間交還捧內 就算了